中共國家發改委5月6號宣布 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的一切活動 外界認為 這項宣示是對澳大利亞政府取消 維多利亞州參與一帶一路 審查中企在達爾文港99年朱約的回應 中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研究員宋魯正告訴媒體 最新的動作顯示 北京已經沒有足夠的經濟手段來懲罰澳大利亞 但會繼續打外交牌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副教授馮崇義認為 中澳兩國間自2017年起已停止部長級以上的對話 封殺對話只有象徵意義 那種產品它都包含在裡頭 《南華早報》5月8號報導 北京方面至今尚未動用核選項 就是切斷澳大利亞鐵礦石的進口 但報導也說 中澳兩國都不太可能 針對鐵礦砂貿易輕易觸碰 即使北京有意削減鋼鐵產量 但在當前國內基礎建設推動下 鋼鐵需求居高不下 三月全國粗鋼產量9402萬噸 達到去年8月以來的高點 冯崇義指出 鐵礦砂現在是賣方市場 若中方不買 澳大利亞可以賣給其他國家 開闢新的市場 並不會受止於其他國家 新唐人記者洛亞 林晨新 劉芳採訪報導